現在請趙正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部長 請您部長 部長好 最近罷工事件對社會影響都很大 我們都知道各國罷工常常罷工的國家 比如說美國、加拿大、日本、法國這幾個國家 它都有一個罷工的預告期對不對 是 請問部長 你知道罷工預告期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就大眾運輸,特別像航空公司的話 這方面是重要 那3月21日你講說你支持罷工預告期是不是 就是要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怎麼樣去設計 大家來討論 我想罷工預告期就是我們那個勞方 金箍咒最重要的一個手段 是不是 沒有錯 他們認為 可是我們大眾利益 有沒有大眾的利益有沒有 也有資的權益 有沒有道理 有 所以說 這兩個取捨 是不是你要拿捏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是對什麼叫做預告 大家的認知有 不同 他認為第一個協商的時候 預告 是 投票的時候是預告 對不對是不是 是 那我問部長 協商是幾天協商 你有沒有規定 對 因為我們的勞動法制不夠完備 所以他可能展開 這個就算已經投票過了 他要罷工 有這個取得權利 他也可以1年2年3年 都可以罷工 所以因為他容易脫長 他有些國家法制的一個 他沒有時間限定嘛對不對 對時間的限定 那我請教部長 那他投票有沒有時間限定 投票啊 比如說像我們投票啊 1月11號要投票總統 有沒有副總統 還有立法委員投票 幾點 8點到下午4點 或者8點到下午5點有沒有 這個也沒有時間 投票 沒有 沒有 這個 就像你講的 這兩種 認知不同 是 我們認為說 這個預告期說你要罷工前3天 或10天 這不等啊 我們還沒有修法啦 那告知主管機關 不是告知 告訴資方喔 對不對 告訴主管機關嘛 那 那他們認為我在協商 還有在投票的時候 就是 預告起來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這個拿捏齁 我跟你講我支持罷工 為什麼 那個 勞方非常辛苦 對不對 資方非常強硬 我們要支持罷工 對不對 所以我訂了 五四條之一 還有五四條之二 你有沒有看 之一就是你不能替代 如果罷工的時候 你們相關的啊 如果飛行員 找相關飛行員來替代啊 空服員 找空服員來替代 不行 還有一個 要罰資方啊 是不是 這個第二條就是 無事之二就是罰資方嘛 是不是 所以我又有預設這個 法條齁 這保障我們的勞工的權益 但是我們這個公眾利益啊 大眾公眾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你看罷工七天喔 影響多少人 你知道嗎 兩萬六千五百二十九個人 是不是 每個人行程都 不管是在做什麼 那我常講一個比喻 就是說 廚戲大家過年有沒有廚戲 是不是我們中國人 團圓 吃飯最好的那個時間 對不對 那我今天餐廳 我是不是一個月前 兩個月前 一個桌吃 或是一個包廂 全家人去吃 或是十桌二十桌 可能是家族吃飯 結果跑那邊 資方和老方廚師有沒有 兩個人吵架說他不開了 那我問你怎麼辦 那我今天買機票也是一樣啊 我是先買 我不是到那邊在買 我不是上高鐵 我不是上台鐵 我不是臨時櫃我可以買的 是不是 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嘛 所以這兩個平衡喔 這個 資方 勞方 還有民眾 這三個有沒有 你如何取得平衡點 我跟委員報告 這很重要啊 就是說有點 雙邊認知 或說講法不一樣 在於 有一些勞方會認為說 我好不容易發動罷工 限制很多 所以你現在又給我這個預告期 又削弱我的談判 這個力量 但是 那個部分的勞動法令也可以修改 因為說實在我們現在勞動法令 比如說也有協商 也有所謂的 仲裁 可是我們並沒有送仲裁啊 都沒有仲裁 很少送強制 仲裁 所以這個導致 很多的協商都走過場 他沒有 你說他很難沒有錯 他也很容易 所以到底我們怎麼保障勞工的罷工權 這個應該整套的來檢視 然後其中的預告期 還是要從兼顧啊 勞動權 跟這個社會大眾 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那這個大方向 做一個交通部長 尤其是在 航空運輸業 我是認為 要有這樣的機制 部長你是主管機關 你也是部長 交通部長 是 這個事情一定要好好解決 好 我非常 我剛才講我支持罷工 但是就是剛剛跟你講 資方勞方還有民眾 這個權益的平衡點 你要抓好 是 不一定說一定要預告期嘛 比如說他們認為 第一個我投票 最重要的是投票嘛 投票那個時間就是預告期 如果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跟民眾講 他們在投票 大概我們可以定個時間 比如說投票一個禮拜 兩天或三天 你們 我們可以修法嘛 對不對是不是 這幾天 就投票 投票一定是過的嘛 為什麼呢 一定協商不了 就投票 投票就讓人家講 他們就是一個 取得一個正當性嘛 對不對 勞動紀錄法規定嘛 他們就可以 就可以罷工嘛 是不是 就是講 罷工我什麼時候罷 我不知道 但是 讓民眾知道說 他們有可能有罷工 就要罷工 讓民眾了解說 喔 他們在投票的時候 就是預告期囉 我準備要罷工了 部長覺得這樣有沒有道理 這個也屬於勞動部啊 對啊 你要跟勞動部 要去協商啊 我們會反應給勞動部 既然他們 我們又支持 那個勞方 又要支持他們罷工 對不對 那我們定這個 他們又不滿意 預告期 那就是讓他們 在投票的時候 協商不成大家都知道嘛 一定協商 你會協商不成 一定要投票 這個投票的時間把它定出來 就表示說 這是預告期 你懂意思嗎 我就覺得這樣比較好 那請高公局局長 謝謝部長 謝謝